第一法 应该双座 伽佛座 或者是伴伽佛座也可以 然后第二法 你两手做灯营 做灯营的时候 应该右手在上面 左手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鸡嘴是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并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四个 经部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五个 尖笔后仗 或者是速战 第六个的话 就是我们双目及时必见 第七个 就是舍头 地上伤害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舒适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坐一会儿 新闻解答 点击层 右手做金刚拳 右手是压着大腿的动吊 然后压着大腿的供 左手 就是三股金刚术一拉 就是压着这个作笔以后的话呢 就是从那个幽笔孔当中呢 就是出这个三次气啊 出三次气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心里面呢 就是观想 就是从无事以来 就是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 为主这个所造的一切罪业的话呢 就是以那个白色的这种气体的形象呢 就是往外排出 出这个三次气 这个作术呢 就是做那个金刚权 也是压着这个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手呢 可以说压住这个幽笔 从作笔孔当中的 出三次个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呢 就是以贪心为主的 所作的一切罪业呢 以红色气体的方式呢 就是全部往外排出 这样呢 就是排这个三次气 双速度这个作金刚权 压着大腿的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呢 出这个三次个气 出三次个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就是自他一切众生 从无事以来 以这个痴心为主 而所造的一切罪业呢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来 就是往外排出 这样呢 就是排这个三次气 开始念的 还有这个延启舟啊 以诸佛菩萨的这个三经长的这种 愿呢 就是融入你的这个信啊 获得这种将册 啊啊哦哦哦哦 儿子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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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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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 在自己的前面的上面虚空当中 大概一次高的地方 应该前半莲花上面 四字宝座上将自己的上师观想 在上师面前的话 你就一心一意地开始祈祷 心里面想 十方诸佛菩萨的智慧重体 根本上师如意宝 您一定要锤炼我 加持我 让我的心融入佛法 让我的修行佛法圆满成果 所有的迷乱分别心 全部遣除 获得无上的证悟 这些境界像上师面一样 一定要在我的相续当中 让升起来 然后无比的恭敬心 一直这样祈祷 不要求念上师的祈祷文 一般来讲 念二十一遍 你非常强烈的信息来合照 前面观想上师 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 请请进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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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ter 都会发生主谈 rabbit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魔的三种修法当中出现第一个平时我们上师瑜伽的修法是这样的 如果是白天的话把上师观在自己的头顶上 如果晚上观想在自己的心间 然后修行的时候首先观一切万法都是空性 空性当中年华和热音上把根本上师以人的形象也可以 或者是以本尊的形象 凡是有很多护法神 空性全部都围绕着自己的根本上师 这个根本上师还要发出光 迎请誓言尊者所有的根本上师 传承上师 空性以及护法神等全部融入你所观想的根本上师 然后在上师面前顶礼 供养 皈依 忏悔 祈祷等等 这样以后专门无光尊者在实修法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偈颂 这个我们平时修的时候一定要念三遍 然后念完以后观想上师的各个部位 将下感动充满自己的身体 净除一切病魔 罪障等等 生起大了智慧那具体怎么样观想呢 我们下面也可以讲或者在其他仪轨当中也是有 在这样的观想以后稍微入定片刻当中 然后开始出定的时候念诵上师的咒语 以前上师的咒语 无光尊者要求 就是欧姆阿弘里面加上师的翻语名字 以前无光尊者的上师叫格玛兰扎 所以欧姆格瑞格玛兰扎斯的阿弘当时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把法王如意宝的名字加上 欧姆格瑞格玛兰扎斯的阿弘 这个法语 所以把上师的名字用翻语来加在里面 一边这样念诵 这样念诵很长时间以后 观想本尊 上师 空性全部都是发光 将下甘露 将下甘露的时候 首先上师的身体发光 将下甘露 自他一切众生融入身体 身体以后 净除了一切身体的障碍 获得了宝品观点 还有加持身体成为圣金刚 然后上师的后见也是发光 将下甘露 断除我们和众生语言上的一切障碍 获得了秘密观点 加持成为圣金刚 这是语言的 然后上师的信件发出光 将下甘露 净除他众生的一切心理的障碍 获得了智慧观点 获得了智慧观点 然后加持成为一金刚 之后上师的全身发出光芒 将下甘露 净除自他众生的身口意所致的一切罪障 获得了具意观点 而且加持成为智慧金刚 然后自己的身体 语言 还有心事全部融入于上师的身语言当中 那么上师的身语言融入于无生的法界当中 在这样的境界内 也就是说这样的一种空性当中 我们每次修上师瑜伽的时候 我们要这样观想 有些人什么都不管想 就这样坐着 其实这样不好 我们不清净的身口意语 全部融入上师的身口意 而上师的身口意融入空性法界当中 在这样什么都不愿的 如果有些人有大圆满和大中观的一些见解 在这样的境界当中安住 如果没有这种境界 你就像上师的身语言融入法界 法界什么都不愿当中 就像无有任何阻碍的虚空一样 在这样的境界当中安住 最后回向善根 这样的修法 平时我们修行非常重要的 所以你们最好看看引导文 平时多念一些上师如意宝的咒语 大家经常共修 未经常使用而在这里 也成为是这样的生意 我们对我们最好都在一起 其实我们最好是 最好是相互的 还有怎么在一起 本还那么放过去 我们在一起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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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感谢观看 第一个 然后生起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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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 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你们最好看看 平时多念一些上师如意宝的咒语 咒诱咒语 大家经常共亚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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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